港隊女飛魚河斯陪星期日 在巴黎奧運正式登場 出戰女子200米自由泳 她出戰初賽時 流力下游出1分56秒38 順利晉級準決賽 去到準決賽階段 她身處的第二組強者混雜 同組的對手包括兩位金牌大熱 澳洲代表迪密斯和奧卡拉緊 最終她的總成績排名第四晉級決賽 並會在星期二凌晨3時41分 全力衝擊獎牌 除了何思培之外 劍神張家朗將會在星期一夜晚7時35分 出戰男子花劍賽 爭取惠免金牌 如果成功晉級 星期二凌晨4時10分就會打決賽 換言之如果張家朗入到決賽 看完何思培的比賽 不夠半小時又要捧劍神牆 時間相當緊湊